今天均说特别提到就是 张志军来到台湾以后 将会拜访了好几位地方首长 而且还会去拜访一手大学 与学生来面对面 想要特别请教一下丽隽 你刚才听了均说这样讲 就是在国台办主任 要来台的这个消息 确定的行程公布之后 你觉得我们现在 应该要特别来观察是什么 也就是说张志军来台访问 我们最大的观察点会是什么 我想张志军来台 对两岸是一个大事 因为他是表示两岸 又往前跨了一步 然后他会根据对等的原则 依照大陆的做事的方法 他一定是对等 所以是王玉琪去大陆 我是四天三夜 所以他来也是四天三夜 王玉琪没有去北京 所以他也不会到台北来 然后王玉琪有去南京大学演讲 所以我认为张志军去一手大学 有可能会有演讲或者是座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次他的看点 当然就是说他去了什么地方 见了什么人 说了什么话 那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 他去拜会陈菊的时候会讲什么话 对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 因为陈菊是民进党的 算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然后他去拜会他的时候 他会谈到一些 大陆跟民进党的交流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展望 这个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比较关注的 他见朱立伦的话 也就是说朱立伦也可能会离开新北市 去跟他见面 他可能会到新北市去看朱立伦 他只是不到台北市 这所谓形式上面的对等一定要把持住 当然当然 因为大陆非常讲究 然后我是觉得说张正军这一次来 对大陆来说 他们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意义 因为当年在国共会谈之后 国共论坛成立的第二届我记得 那时候大陆就有提出来 那时候还是陈云林当国台办的主任 那时候他们就有提出来想要到台湾来 由陈云林率团 率大陆国台办的十个局长来 当时民进党是不同意的 所以就这样子就严重了 可是他们一直认为说 如果他们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可以到台湾 这是他们往前 就是两个关系往前的一个象征 因为他们认为说 见面其实就是成果 是 尤其在时间的拿捏上也是特别的有玄机 对 因为他 不过他本来就是在王章会 在南京王章会的时候 他就有说他希望上半年来 那我们一直大家外界一直认为说 受到太阳花学运的影响 他可能会往后推迟 可是我们私下跑两岸的记者 我们就认为说 陆委会跟国台办之间 还是有沟通的管道 我们那时候就在猜测 他们一定是私下都先沟通好了 然后到时候就突然宣布 这次国普其兰 跟我们猜想的是一样 刚好就在所谓的上半年的 最后的这个阶段 对